喔 從外表看 以為是雪碧 然後 我剛剛聞了一下 聞起來很像一般的汽水 歡迎收看 東京熱訊息 今天熱訊息要來介紹 新推出的透明的可口可樂 我們一共買了四個不同的可樂 來測測看有什麼不一樣 喔 從外表看 以為是雪碧 然後 我剛剛聞了一下 聞起來很像一般的汽水 喝的出一點檸檬的味道 然後 老實說真的蠻甜的耶 所以它雖然說是透明的可口可樂 可是 我這樣喝一口 我認為它其實等於是加了檸檬 檸檬口味的可口可樂 跟原味的其實 味道相差蠻多的 再來喝的是一般的可樂 啊 好喝啊 一般的可樂 果然是我的最愛 這是健康取向的COCACOLA PLUS 這邊有加了一些什麼膳食纖維的喔 幫助消化 這個跟原味的可樂的味道非常的相近 如果怕胖的話 理論上喝這個可能好一點 最後來喝的就是COCACOLA ZERO ZERO跟剛剛那個PLUS的味道又有一點點相近 就是跟原味都是很些微的差距 以上就是這款全新的透明可口可樂 跟一般的可口可樂喝起來的味道很不相同喔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我是寶博 志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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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